欢迎大家收看习近平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中国誓言积极的财政政策将在2024年提振经济 台湾官员、中国领导人会晤商讨干预台湾总统选举的计划 俄罗斯正在袭击乌克兰欧洲理事会敦促中国捍卫联合国宪章 意大利退出一带一路计划 欧洲重新思考对华关系 中国的电动汽车工厂无法快速招聘到足够的员工 请大家收看 中国誓言积极的财政政策将在2024年提振经济 CNN 中国已承诺在2024年加强财政政策 以提振其唯拟不振的经济 就在穆迪宣布这一消息的几天前 穆迪将其对中国信用评级的展望下调至负面 理由是与中期经济增长放缓和房地产行业持续陷入困境有关的风险 官员们在习近平主席主持的会议上发誓要扩大内需 稳定外贸和投资 这次会议正值中国面临房地产市场低迷和影子银行体系动荡的关键时刻 穆迪预计 2024年和2025年中国经济年增长率将放缓至4% 2026年至2030年年均增长率为3.8% 台湾官员 中国领导人会晤商讨干预台湾总统选举的计划 CNN 一位台湾高级安全官员表示 中国一位高层领导人敦促官员 在影响下个月台湾总统选举的工作中更加谨慎 该官员引用了台湾情报界收集到的信息 称王沪宁上周召集了一次会议 协调努力影响这个自治岛屿的选举 王沪宁是酒精考验的习近平总统顾问 今年早些时候被任命为中央台湾事务领导小组副组长 俄罗斯正在袭击乌克兰 欧洲理事会敦促中国捍卫联合国宪章 雅虎 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呼吁中国 在解决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局势中提供帮助 米歇尔在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谈时表示 冲突应该根据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中概述的原则来解决 米歇尔还讨论了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冲突 表示欧盟支持以色列自卫的权利 但任何解决方案必须符合国际法和比例原则 米歇尔还对台湾海峡和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表示关切 并重申欧盟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的企图 意大利退出一带一路计划 欧洲重新思考对华关系 CNN 意大利将在明年合同到期时退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意大利总理乔治亚 梅洛尼 Georgia Maloney证实了这一普遍预期的举动 声称该计划未能为意大利经济带来预期的好处 他补充说 意大利可以在一带一路倡议之外与北京保持良好关系 与此同时 欧盟旨在降低其供应链与中国的联系 并确保敏感技术的安全 意大利在2019年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决定被视为北京的外交胜利 但他招致了华盛顿和布鲁塞尔的批评 中国的电动汽车工厂无法快速招聘到足够的员工 纽约时报 中国正在经历电动汽车 EV行业技术工人和工程师短缺的问题 因为其经济的某些部分放缓 而对EV的需求增加 中国的EV市场是全球最大且增长最快的 但该国难以找到足够具备必要技能和资质的工人来从事该行业 据估计 到2021年 中国需要熟练技术工人的工作岗位数量是实际合格工人数量的两倍以上 该国的职业培训不足 而大量的大学毕业生对工厂工作不感兴趣 北京现在正寻求将工人转移到增长迅速的行业 如EV制造业 卡梅伦勋爵告诉美国 现场阻止乌克兰援助普京的圣诞礼物 关注现场直播 英国每日电讯 英国外交大臣戴维 卡梅伦敦促美国立法者批准对乌克兰的新援助 以支持其与俄罗斯军队的斗争 此前美国参议院阻止了白宫向乌克兰和以色列提供1060亿美元紧急援助的请求 卡梅伦将参议院的决定描述为送给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圣诞礼物 他警告说如果援助不被批准 只有普京和习近平会高兴 乌克兰官员已开始使用火车站台绕过波兰卡车司机在边境的封锁 此外 乌克兰防空系统击落了俄罗斯在空袭中发射的19枚导弹中的14枚 俄罗斯在乌克兰中部地区的导弹袭击中造成一名平民死亡 另有4人受伤 在贸易和乌克兰问题上 欧盟在北京采取强硬立场 日本时报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在北京与中国领导人会面 并敦促进行改革以改善经济关系 他们强调了欧盟产品改善市场准入的需求 并解决了不断增长的贸易逆差问题 该逆差已经超过4000亿美元 欧盟官员对这种不可持续的局面表示担忧 并呼吁采取行动解决这些经济问题 特朗普承诺只在第一天成为独裁者 这引发了对他威权主义言论的日益担忧 美联社 根据美联社最近的一份报告 唐纳德 特朗普发誓在第二个总统任期的第一天关闭边境和开采 开采开采 报告称 特朗普承诺要向他的敌人报复 包括媒体 并表示他打算利用司法部来针对拜登家族 此外 特朗普还承诺剥夺公务员的保护 对移民进行意识形态测试 并增加军队在国内的作用 这位前总统还赞扬了中国的习近平 不团结而努力将成吉思汗变成新的危险 淡化内蒙古的民族差异 包括改写历史 禁止戏剧表演和限制蒙古语在学校中的使用 这些举措引发了国内外的抗议和批评 西方国家已经针对中国在新疆等地区的人权虐待采取了行动 内蒙古可能成为另一个争议点 此外 这些措施对投资者构成风险 因为他们担心国内动荡 和可能来自美国及其盟友的惩罚性行动 习近平对少数民族的打击运动是 出于对中国社会分裂 可能被国内外敌对势力利用的担忧 在刚果选举混乱中 澳大利亚投资者面临数十亿美元的风险 悉尼先驱晨报 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选举结果 可能决定澳大利亚矿业公司AVC Minerals 是否保留对该国曼诺诺矿床的控制权 曼诺诺矿床是全球最大的锂矿床之一 选举可能会因操纵选票而受到损害 但AVC的首选候选人费利克斯 齐赛克迪Felix Chisicati将重新掌权 AVC董事总经理奈吉尔 福格森Nagel Ferguson表示 他的公司需要刚果的政治局势稳定下来 以便能够应对一系列法律挑战 AVC拥有Monono项目75%的股份 其余股份由国有的 La Congolese Dexploitation Miner拥有 该矿业公司已根据国际刑事法院的规则 寻求追索权 以维护其权利 AVC的股票自5月份以来一直没有交易 当时人们怀疑它是否被赶出Monono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常驻简报的观察员 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了一些 关于中国和全球的新闻 首先 我们谈到了 中国在2024年承诺将加强财政政策 以提振经济的消息 这是一个积极的举措 可以帮助中国应对经济增长放缓 和房地产行业困境带来的风险 虽然穆迪将中国的信用评级展望下调至负面 但这一承诺表明 中国政府正在努力稳定经济 并为未来的增长做好准备 接下来 我们谈到了中国官员声称 中国领导人会晤商讨干预台湾总统选举的计划 这是一个敏感的问题 因为台湾是一个自治的岛屿 中国一直希望统一台湾 然而 中国的干预行为 可能会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和反对 我们将继续关注这个问题的发展 接下来 我们谈到了欧洲理事会 敦促中国捍卫联合国宪章 解决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局势 这表明欧洲对中国在国际事务中 发挥更积极的角色表示期望 并希望中国能够以和平的方式解决这些问题 我们还讨论了意大利退出一带一路倡议的决定 这是一个重要的转变 意味着欧洲国家对中国的关系重新思考 意大利的决定引起了其他欧盟国家的关注 他们希望保护自己的利益 同时保持与中国的关系 此外 我们还谈到了 中国在电动汽车行业面临的挑战 中国的电动汽车市场正在快速增长 但缺乏足够的技术工人和工程师 这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压力 并需要采取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 最后 我们谈到了特朗普对于威权主义的言论引发的关注 特朗普的言论被指责对民主构成威胁 并引起了民主党的批评 这表明在美国 人们对特朗普的言论池不同意见 我们将继续关注这个问题的发展 总的来说 这些新闻表明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日益重要 并且中国的决策和行动将对全球产生重大影响 我们应该密切关注这些问题的发展 并思考我们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接下来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参与讨论和提问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